九种常见的盆景造型样式 一 直干式 直干式指的是盆景里的树干直立挺拔 没有弯曲层层堆叠 二 握干式 握干式表现在它主干有部分是握在盆面上的枝条弯曲起伏 昂扬 三 悬崖式 悬崖式一泻而下 绝不拖泥带水 主干身处于盆外 远观镜上都能看出盆景上的一个险峻 四 灵水式 灵水式是悬崖式和斜杆式结合的产物 它的枝条横出花盆之外 只是稍稍的低于盆面 倾斜的角度很大 五 丛林式一般都是同树种多株合直的 会有多个主干 有主刺 高低 能营造出森林的观感出来 六 提根式 根系露出盆土 根系型太球曲蜿蜒 多用于迎春 榆树 榕树等 七 锤枝式 它的主干或锤直或倾斜 但枝条却是向下劈散下来 像极了柳树 其枝条仿佛迎风摇摆 八 风动式 枝叶偏向一个方向 感觉就像大风中的树木 朝着风吹的方向摆动 九 枯烧式 树顶不枯死 下面的枝干抽枝发叶 生机勃勃 就像一般自然界里 被雷打了的没死的树 别有一番意境 关注我 了解更多盆金小知识